红色轮盘赌 作者 沈栋 播讲 夏秋年 第十章 一 匡爷入狱 匡爷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官僚 为自己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而感到骄傲 他曾任民航局机场建设处处长 后来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担任民航处处长 发改委负责制定五年计划 匡爷在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地位很低 在民航局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与两个下属共用一间办公室 尽管如此 匡爷还是一个强势人物 中国正在经历机场建设热潮 当段伟红和我创办物流枢纽时 中国有120个机场 到我们卖掉的时候已经有180个了 匡心的民航处负责审批每个项目 中国的副省长不但是高干 而且在党内的级别远远超过匡心 然而 这些高官前往北京亲自恳求匡心批准他们的计划并不罕见 匡心让这些恳求者在他的办公室外排队 他们在外面用手机玩电子游戏 瞎注 根据中国媒体过去的报道 曾经有一位副省级领导找匡心 匡心只顾自己玩电脑游戏 而让对方在外面等着 直到游戏结束才出来 看来作者在这里记忆有误 因为所有求见匡心的人都是想办事 他们哪有心思在等候时玩游戏 话修续凡 言归正传 匡心让人把他的办公室布置成自己面对门右侧的墙壁 当他终于答应接见这些官员时 他都懒得转过身来面对他们 他只是用两条腿支撑着椅子 然后把手从肩膀上伸过去 随便和对方握了握手 他甚至没有向他们打招呼 由于他的重要影响力 官员们开始称只有四十多岁的匡心为匡爷 在西方他们可能会称他为大佬 但在中国祖父在社会等级上高于父亲 所以人们称他为爷 匡爷自命为知识分子 我带他出去吃过几次饭 他总是冒出几句古诗词来 我装作笑嘻嘻的说 匡处的文化水平很高吗 他知道我是在奉承他 但他听别人说过很多次同样的话 因此他实际上都开始信以为真了 我们需要匡爷的批准 因为我们想增加机场扩建项目的规模 正如我所写的 顺义区最初计划沿机场边界修建一条高速公路 我们需要废弃高速公路计划 将顺义区和机场区合二为一 我们想要配置这样的结构 当货物从飞机上搬下来时 卡车能够在不离开机场场地的情况下 将货物运送到保税仓库 段伟红和我尽一切努力迎合匡爷的奇思妙想 在饭局中我给他点了昂贵的韭菜 送给他几瓶积存十年之久的茅台 段伟红和他讨论了中国文学人物 段和我一样也称赞了匡爷对中国诗词的学识 我们一起去剧院看戏 然后段伟红和我会假装有兴趣的请教他对节目的看法 我们都鼓励匡爷的自尊 我研究了匡爷对红酒的鉴赏能力 葡萄酒才刚刚开始在中国有了立足之地 所以匡急于表现出跟得上时代 尽管他的评论是粗浅的 但无论如何我都会照赞不悟 经过几个月陪他闲聊 匡爷批准了我们的计划 然而最终他得罪了太多比他级别高得多的人 2009年12月官方媒体报道称 匡心因腐败罪名遭起诉 被判入狱十年 瞎注匡爷当时被方坚称为是中国十大最有权力的处长之一 据知情人士称匡心事发是被私人老板检举 罪名是接受机场建设投标商20万元贿赂 我们与众多官僚进行了类似的游戏 每项批准都是通过关系获得的 每个关系都意味着对个人关系的投资 这包含着付出巨大的努力 甚至送更多的茅台酒 建立与加强人际关系是最困难的部分 因为这种关系本身并不是一种契约关系 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需要长期苦心经营 你必须对这个人表现出真正的关心 难办之处在于我需要管理的关系很多 但我也有一个有截止日期的项目 我不得不将所有这些相互作用的事情 放在一起通盘考虑 其中的关键就是时间 显然我不得不委派别人打通关系 但我越直接参与建立关系 我们获得的批准就越多 除了匡心 我们还需要中国海关总署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批准 但即使我们在国家层面获得了批准 我们仍然需要当地官员的合作 事实上 部长是否参与此事通常并不重要 他的下属总是能阻止这项交易 他们会提出一堆完全合法 在执行层面听起来合理的问题 因为部长不关心细枝末节 他只是说尽快解决 通过这种方式 对项目的控制从高层到底层 贯穿到官僚机构的各个层面 一个特别难缠的人是机场的海关官长 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 头秃的就像一个土黄色的斯诺克主球 杜平发把这个项目看作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 瞎住 杜平发这个名字是一亿 以前机场扩建是随机进行的 中国海关发现自己分散在整个设施当中 各种宿舍仓库和办公室相距近一英里 我们的项目使海关有了一个集中的地点 为了换取他的合作 杜官长有一些需要 他要求我们为海关建一座新办公楼 为他的300名员工提供40万平方英尺的空间 他还竭力要求修建一个体育馆 配备一个标准篮球场和一个羽毛球场 一个高档地面的室外网球场 一个200个座位的剧院 一个四星级房间的宿舍 一个带有高官包间的大宴会厅 一个卡拉OK厅 一个豪华的大堂 带有两层楼高的正厅 杜官长有天晚上和我吃饭时充分讨论了这个问题 他笑着说 如果你们不给我们建造这些 我们就不会让你们建造的 我们所有的政治上的支持者都无法撼动他 最后他的要求增加了5000万美元的项目成本 这还没有把土地成本计算在内 显然当一部分官僚机构进行杀戮时 其他官僚机构也会发出血腥味 检疫部门要求获得2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 他们没有得到剧院或体育馆 但他们却索要网球场 一个大餐馆和四星级酒店标准的房间 检疫人员从未让我忘记这些事情 每当我们见面时 他们的一位高级官员总是告诉我 你欠我们的 我们从来没有像海关那样贪婪 我们以3000万美元的初始投资 启动了机场项目 段伟红和我投入了1200万美元 张阿姨承诺投入400万美元 但她并没有支付任何资金 我们申请贷款 这就是我们与国企官员的合作 派上用场的地方 谢谢大家